你的小说版权可价值几个亿 真的打算给你老公啊 他都还不知道你是出名小说家 蜡笔小巷吧 没事 他正好需要嘛 再说 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我回来了 今天是累死了 你又乱扔衣服 在我准备给丈夫惊喜时 没想到他已经出轨了他的秘书 我新买的睡衣 好看吗 只要我拿下蜡笔小巷的小说版权 坐我副总的位置 立马就甩了 先比起啊 宝贝 我等你啊 阿姨您慢点啊 吉安这孩子呀 就是懂事 妈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和我家浩东都结婚这么久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就不能来看看了 嫂子好 嫂子好 我是薛总监的秘书 我叫吉安 挺贵的吧 是总监送的 说是为了我工作辛苦 嫂子你不会介意吧 妈 那您喝个水 您喝个水吧 这么烫 你想烫死我呀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收拾收拾 真是一点当家主的样子都没有 阿姨 这条项链好适合我呀 项链是我的 什么你的东西 还不是花着我儿子的钱买的 今天啊 我就把它送给小安了 你的项链 你的男人 我都要 那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了 之前是为了你儿子的面子 说是我的问题 你看清楚 到底是谁的问题 哼 怎么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我儿子的问题 哦 一定是你 这个小狐狸精 做了手脚 你 你 阿姨 您别急 米丽 你不要太过分了 至于对一个老人这样吗 知三当三 不觉得可耻 那又怎样 你人老朱黄 浩东早就厌倦你了 他对你只剩婚姻的责任 对我才是爱情 他能为了你抛弃我 就能为了别人抛弃你 你还傻乎乎的 当捡了个宝似的 真是愚蠢 那他现在爱的人是我 而不是你 我还为他联系到了 著名小说家 赖笔小巷 你一个家庭主妇 你能为他做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从头到脚的这一身 都属于婚内共同财产 只要我想追回来 你就得全部还回来 你懂吗 你怎么这么蠢啊 把证据送上门 我把这些交给我的律师 我就能让他净身出户 你们在干什么 妈 你怎么了 离婚 和他离婚 总监 都是嫂子把阿姨气成这样的 离婚吧 我会联系我的律师 让你净身出户 包括他 身上穿戴的所有东西 我都会追回 米丽 你 总监 你快想想办法 没事的 只要我们拿到了 蜡笔小巷的小说版权 这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米丽 下一周 我就要给蜡笔小巷办晚会 签合同 到时候我成了上市公司的副总 你可不要来求我 滚出去 这是我的房子 帮我准备一下下周一晚宴的礼服 却总监 这次拿下了大项目了 连董事长也夸你了 好东办事 我放心 过快讲了 小成就 不止一提 这以后的合作还得多多靠王总 对 好说 好说 总监 你领带歪了 呦 却总监的秘书很称职啊 蜡笔小巷来了吗 我联系了 但一直没人接 赶紧催 不用催了 这是谁啊 感觉有点眼熟啊 你立 你来干什么 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请你来了 今天可是我们和蜡笔小巷的晚会 一会你打扰我们的大事 你担不起 迷离 我的房子车子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现在我的合作 不能给你给搅黄了 赶紧出去 迷离 好像是薛总监的老婆 薛总监的老婆 之前他们结婚 我还去过呢 真漂亮啊 比薛总监那个秘书好看多了 如果让董事会的人知道我出轨 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 好东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董事长 这位呢 是我的夫人 米丽 哦 那就请你夫人上台讲两句 为这次晚会开个好头嘛 好 好 在董事长面前你配合一下 好啊 为了庆祝今天的晚会 我有一些话想说 首先 我和薛浩东已经离婚了 原因是薛浩东出轨他的秘书 也就是他身旁那位吉安小姐 我希望大家在找合作方的时候 可以擦亮自己的眼睛 真的出轨了 薛总监怎么是这种的 大家静一下 这些都是误会啊 这都是误会 我夫人呢 平时就喜欢开开玩笑 这不是误会 这是我他的离婚协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来找我看薛总的误会证据 这像是实缺的 薛总监怎么是这种人 董董 贵公司管理层 人品如此不堪 我看 我们没有必要 再合作了 王总 你再等会 我们马上将拿下 和蜡笔小巷的小说版权了 嗯 另外 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告诉大家 蜡笔小巷 不会和薛总合作 你凭什么宣布 蜡笔小巷都还没来 因为 我就是蜡笔小巷 蜡笔小巷一直没来 你一个做了几年的家庭主妇 怎么可能是蜡笔小巷 家庭主妇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吗 而且蜡笔小巷从来没露过面 你怎么认定 我不是蜡笔小巷呢 我有蜡笔小巷的电话 如果你现在承认 然后离开 我就不追究你冒充 蜡笔小巷的责任 如果你还不走 那我就给蜡笔小巷打电话 告你损坏他的名声 米丽 你别闹了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我的所有财产都归了 你现在还要来打扰我的工作吗 行啊 你打吧 那我打了啊 喂 你要告我 冒称自己啊 那真的是蜡笔小巷啊 这下虚估计不是亏大了 蜡笔小巷怎么可能和他合作 这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何总 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米丽 你还记得我为了和你上一同一所大学 我最后一道物理大题都没有做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能不能把版权给我 放手 我不放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要是再不放手 我就告你骚扰 我承认 以前你对我很好 可是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我真的怀疑 那一夜的物理题 是你不做 还是你不会啊 小说版权 我本来是想送给你的周年礼物的 所以我联系了你的秘书 没想到 就联系到我丈夫的 所以我不会给你的 你死心吧 总监 总监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蜡笔小巷啊 薛浩东 是我看错你了 我原以为 你是一个能力出众 心思缜密的人 没想到 你抛弃妻子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从今天起 你被开除了 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高层 被上林集团开除过赋工 把什么公司赶养你吧 肯定啊 今天这么一闹 谁还敢让他 人体有问题的人 到哪都不受待见 我现在 家庭也没了 去也 全没了 姐 你还愿意再陪我吗 我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你那能力有问题 我不会耽误我自己的 当你做出这些事情之前 你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下场 倒是差点把你给忘了 购打上级 你也被开除了 以后 上林集团不会和 录用你的任何公司合作 董事长当机立断 好破理 米小姐 我只是从公司角度和道德层面出发 你看 我们是否还有合作的可能 我愿意出之前五倍的价格 既然董事长这么豪爽 那我也不多说了 签合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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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